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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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断 法门无量是远雪 佛道无伤誓愿成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长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大 世事长心菩萨大 不愿醉长心菩萨大 辩库 人造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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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之 馬雅 那皈依就是归向依靠的意思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皈依 只是皈依有世间的皈依 比如说赚钱健康结婚找到好的先生太太 这也是皈依 但这个皈依最后还是苦 为什么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变化无常空无自信 有些人当然皈依很多神明 神明也有神的力量 但是呢不究竟 那唯有佛才是究竟的归处 因为佛陀圆满大智慧 了解一切 按住在完全无烦恼 却了解一切的空性 这一点记住 影响你要会 办法会你要会 走路你要会 讲话你要会 做事你要会 但是会而不执着 这个世间很多人会 但是要拿这个要来赚钱 骄傲 他长得比较漂亮 他比较有钱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漂亮有钱 不究竟 因为怎么还是会生老病死 乃至你升天了 做天地 但是还不究竟 因为还会轮回 那佛陀呢 那么超越三界 超越轮回 保持在涅槃极境的状态 除了涅槃极境 阿罗汉也是涅槃极境 但是佛不一样 佛是在这个状态 却承伴一切 所以了解一切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 他不了解 不会做的 所以 当然我们要追求佛陀的圆满 所以叫大智慧 不但大智慧 大慈悲 佛没有不爱的 佛也很爱魔 所以 因为魔也有佛性 所以 你跟阿罗汝来 可以把魔 转化成最大的护法 所以对佛来讲 就是平等 男人 对一切众生的 大悲心 那为什么要解释这个说 因为每个人都要 我今天归佛 归什么 圆满的 了解一切的大智 无分别一切的大慧 因为这个慧 所以绝对没有烦恼 自由自在 但是由这个智 所以了解一切 有能力 辨知一切 大慈悲 没有恨 没有 莫不关心 就像 家里你有十个儿子 你没有一个不爱 儿子在坏 还是爱 儿子生了 儿子更爱 那佛陀是 爱尽一切众生 这个我们要学 就像我早上讲了 我们这次叫 爱的体验营 好不好啊 各位好好去爱一半 就像某条啊 这个 因为你要 爱一切 所以 就像我在讲音响 音响如何把它弄到最好 灯光弄到最好 因为 不是为自己 为别人 希望所有众生 没有一点点苦 只有圆满的大乐 成佛的快乐 要有这个 大慈 愿所有众生 都快乐 大悲 愿所有众生 没有一点点苦 去 快乐给他们 去承担他们的痛苦 就是希望大家 从心里要做决定 我们今天归一呢 是决定这个 没有自私 占有的感情 所以 就像你回去 可以跟你太太先生说 我已经归法了 法就是慈悲 不管你背叛我 离开我 我永远爱你 所以爱到你成佛为止 不会放弃 所以你这辈子伤害我 我下辈子还在投胎 做你女儿好了 你就不会伤害我 我继续爱你 所以希望能够带你去学佛 承担你的痛苦 所以我想学佛千万不要 孤木搞会说 做一个没感情的人 而是做一个内心里面 任何一个众生在受苦 都会痛到你心里面 一只猪 一只猪 一只鸡 一个老人家走过 你心里都很痛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的 父母一般 不忍心他 所以有这个痛 才有悲 然后有悲心 才想要帮助他 去除痛苦 再来佛陀有大愿力 所以他了解 众生的苦而乐 所以他一定要 圆满成佛的功德 神通 而且这个愿 就像地藏本愿 钥匙本愿 阿弥陀佛大愿 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 事实上每一个愿 都是我们应该要发的 而且愿是一种承担 所以佛陀的愿 无量无边 让我们归佛 佛陀要了解 也唯有佛陀 才是我们学习的一切 但是事实上 这代表我们内心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每个人都很想 去做善事 帮助穷人 帮助病人 帮助落小民族 每个人都想要帮 这是人的本性 就像中国人说 人之初性本善 所以我们归佛呢 就是有这个觉醒 那这个觉醒 当然就叫菩提心 原来我必须承担 而且每个众生 都应该要承担 这个世间 有情世间 乃至无情大地 我们都要了解 他们有佛性 要让他们都成佛 来承担一切 所以这上面写的 归一 即是归向依靠 那各位 从现在开始 你要把你的心 不能够离开 刚才讲了 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朝这个方向 如果你去归一 世间的快乐 天上的上帝 世间的爱情等等 你势必痛苦 不但这样子 自己归一 最大的心愿 当愿众生 都能够归一 头像 佛陀 佛法 生邪 不然的话 众生 争苦 所以 生死轮回 永不停止 因为大部分的 凡夫 都是归一了 贪嗔痴 三毒 因为他认为 世间就是要 读书 赚大钱 成功 满足欲望 环游世界 买房子 买车子 留财产 然后他就觉得 这是生命的目的 往外追求 超过别人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看了 要生起大悲戏 他们这样做 是我们的责任 佛陀呢 他就是希望 所有众生都了解 这个苦 而赶快 回头是然 甚至放下屠刀 明明有佛性 却 归魔了 就三毒 叫烦恼 魔 魔有内在的烦恼 烦恼魔 外在的烦恼 但是 外在的天子魔 你起了贪嗔痴 起了分别傲慢 魔就来找你 所以成就越高了 魔越多 所以各位 你想要修行 却有一个 一点点不正确的念头 魔就占据你 然后扩大你的念头 让你现满足 就像给你独科 吃啊 给你高的地位 给你帅哥 美女 你会觉得我成就了 然后魔就入你的心了 所以他就会颠倒了 所以后面 那就觉悟了 原来 众生皆有福性 我们 生命的目的是来自于 愿意成佛 所以 用我们被父母生下来的 这个身体 生命 成为成佛的助缘 来感谢父母 来自众生 当然也觉悟 刚刚讲了 万法的本体空性 众生皆我父母 众生皆可成佛 更觉悟 发起无上菩提心 圆满佛陀的 大志 大悲 大利 才是生命的 意义之所在 而且 外向上 一定要学好 修好 等一下 三十二向 八十随行好 就像佛陀 这个佛像 是我们故意的对象 为什么佛像不故意 因为太庄严了 所以很多人 花了很多钱 皇将 佛像做得很庄严 贴金 用种种的 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这个佛像的圆满 庄严 而愿意皈依 那各位你皈依了 你千万不要 我不太注意 我的外表了 反正我这个人 心好就好 那你还是很法直的 你还是很自私的 因为你某一个骄傲点 你认为你这个就够了 我何必 这个 这个还是为你的 所以你要为众生 为众生 众生需要 你怎么视线 你只要怎么视线 就像观音菩萨 本体这么圆满庄严 圆满报身 但是呢 还要化现众生 各种喜欢的 那既然你了解了佛陀的 圆满功德庄严 所以各位要多看 大乘经典 佛陀的因地怎么修行 很多大乘经典 写了佛陀的果地功德 你不要不理他 所以实力 十八部功法 大悲三念 懂懂事无所谓等等 所以佛陀里面写了 你要去了解这个果 有这个果 所以我们来追 从因 因地做 然后呢 按照这个因 波罗蜜 还是倒次第 而达到这个果 所以既然如此 我们就 以这个 成佛的因果 以发菩提心 广修功德 叫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这样啊 成为我们生命的 引导 规范 按照这样去做 一教奉行 然后出家人 方外人士 了解万法空相 所以 只有慈悲 我很喜欢背一句话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勤行 立众生 那出家人 修行人 了解 接受一切 空性 却到处去 帮助众生 所以 简单地说 佛 也代表我们的 圆满的菩提心 法 代表我们要 深入精障 深代表我们要 实践 慈悲 对所有众生 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 简单地说 三宝 菩提心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呼吸 各位 你归三宝 身体可以死 可以被侮辱 金钱 财产 可以不要 国家地位 可以放下 但是 我们依止 三宝的心 不能改变 宁可穷死 但是不要攀缘 千万不能去 伤害到佛教 所以 当然站在大乘 你生气了 一起傲慢了 你退转了 那就非常不庄严 也是在 污损三宝 因为 一个三宝弟子 他对整个众生 都有责任 佛法身 佛像 经典 出家人 而进入了 归佛罗的觉悟 归佛法的圆满 正而无邪 归神邪的清静 做什么事情 都要 依止三宝 不要依止自己的想法 依护之尊 就像我们台湾人 喜欢宝贝物 我认为 只要你虔诚 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是个老板 你要开除这个员工 对还错 因为 不希望伤害到对方 就算一定要开除他 要好好地 对待他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哪一天你安住在这个法 法鬼池上面 那没问题了 你安住在决心 你的说法 思想都对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 多互相讨论 依止善知识 良师益友 不断不断的 到底我这个想法 我这个做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归于大乘 圆满 为了成佛 希望我们这八天 所提醒的一些 三宝护法善神 圆圆满满的 二十小时的 在这边加持着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动机 一直非常非常的 发心正确 我想每个人身上 有个人自己的护法 这个护法就是 护持你的善法 你喜欢慈悲 你喜欢利益众生 那他就护这个法 他不是护持你这个人 如果你退转了 这个发心正确的动机 那些护法神就离开你了 舍弃你了 那舍弃你以后 鬼就来了 冤亲资主 因为冤亲资主 他就是要来找你麻烦 但是有一些 是你欠他债的 基本上还是可以 重业轻薄 让你感受一下 因为护法神 已经帮你了 所以我经常在那边听 这个人本来要死 好在他儿子在拜佛 我拜佛 我经常回向 现在 还生了一场重病 还会恢复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有正确的发心 除了宵夜 有福报 护法神可以挡掉一些 要不然呢 痛苦的更多 这直接下无间地狱了 一个人 不管你再怎么精进修行 如果 你修行的方法 偏一边 我天天看经典 我打坐 会有伤害 因为业障没消除啊 你永远看不到 真理是什么 就像我认识一个出家人 大概出家七年了 然后 每半年就要换一个道场 然后每次都问我 我不知道回答到哪里 后来我只跟他想说 你要不要停一年 都不要再乱跑 干嘛 业障深重 你看不到真理的 你走到哪里 你都觉得 每三个月你就要跑 别人还看得到 你看不到 就像地藏经 这么多人在看 卧尔心经 这么多人在看 金刚经 这么多人在看 但是 看得懂了没几个 如果看得懂 他就不会在那个样子了 看经的目的的时候 然后达到金的本体 它的主旨 所以 那为什么 业障 所以 就会障蔽心源 就内心的自信也好 你看不见 所以每个人过去都 刚刚讲了 邪见 归贪生痴 造了很多恶业 那一定要把这个业 不断地忏悔 净除掉 净除掉以后 你就会很容易碰到 好的善知识 好的道场 对你适合的法门 等等 不然冤心在主的目的 他就是要来破坏你 明明这个好 他就要叫你去找不好的 那你是这样了 就让你 比如说杀业在主 做个比喻好了 今天如果你去找这个医生 病会好 那这里找这个医生呢 会让你死 那杀业在主是什么 他就是让你去找这个 这样 他就要破坏你 什么叫情债在主 就是破坏他感情 他不甘愿 你的幸福 他也把你破坏掉 你嫁给这个男人会幸福 他一定要把你破坏掉 你嫁给这个男人呢 他会很不幸福 他就是喜欢这样 因为这就是 你有感情在主 金钱在主呢 障碍你的钱 口业在主呢 讲话不清楚 讲话人家听不懂 坏话倒很会讲 坏话讲话都不会 看什么口级 你将来讲两句好话 讲不出来 所以因为你过去 骂人家 这辈子你明明要讲好话 人家都觉得你在骂他 就像唱歌好了 谁不想把歌唱得好听一点 有几个唱得好听 我们来唱唱看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要唱一个 这个扣钟记 我看各位 你们看我们在旁边听 看哪一个好听 不好听请后面一点 不要那么大声 有意思 不容易啊 师父我唱得好听啊 这个时候就卡到面子的问题 你干嘛说我不好听 对不对 这个面子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有脖子 而且你有业障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好不好听 口业在主 他就会障碍你讲话 甚至让你被骂 所以各种各种的 各种各种的 因为贪嗔痴所生起来的这个在主 在主呢 就会牵连到业 因为贪嗔痴造了业 业本来五分 在主就给你咚 咚到变成十分的痛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 你看拳击就知道 他已经打一个洞了 流血 对方就一直咚到这边 整个都裂掉 他赢了嘛 他知道你弱点在哪里 所以你的弱点是腰 那冤心在主 每天都要往你那边打 而且跟你讲说 昨天跟今天不一样 三天前好了 为什么又痛 同一个冤心在主没超度 没有 已经超度了 后面又来 后面又来 所以可能你的冤心在主 有十二位 那你要十二次打痛 甚至要让你十二次开刀 这次开刀好了 好像好了 然后下回他又来 又另外一个来 又另外一个来 你有勤在在主六个 包生你这一次取 这辈子要跟 被六个人甩掉 搞六次外遇 因为他一定要讨你的债 等等等等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我们刚开始出家 每天就是忏悔 忏悔的要命 忏悔没关系啊 这些师傅就交代师兄弟 多骂他 因为师傅了解 他什么问题 他怎么 这样 然后把你盯得死死的 盯得惨惨的 这个海涛 他就晚睡 晚起 然后就可以交代我师兄弟 不让你睡 中午不能睡 等等等等 但是你这样就 你有时候人待不住就走了 所以我老实说 我现在对各位很客气 真的你要出家的时候 怎么办呢 拿刀子出来吧 所以 因为现在是勾引各位 然后真是要出家 那就要训你各位 因为你要出家这个样 木头丢在路边没问题 但是你要把它刻好 放在台上 要刻得很庄严 有空你们可以到里面 看他几尊佛像 都是大师雕刻的 你没有刻得很庄严 不能摆在上面的 那你竟然要出家 你个大光头要出家 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天模范 不犯威仪 而且显现慈悲 对你来讲 出家意义就不大 出家不是要你有钱 出家不是要你身材好 长得漂亮 出家你所展现出来的心态 悲心 行为 这是人家要看这个的吧 所以那个时候 严一点 应不应该啊 应该 应该 就像我师父拿着棍子给我施工 讲没有用了 要揍了才有用 男人用男人的方法 因为男人就是铁 铁的要命 要打 我去中国到路 吓坏了 一个刚出家的犯错一件事情 师父叫六个人带到后环园锤 我在那边看 天这是什么世界啊 他说我们这边就这一套 这样可以 用锤的 然后打一打 看你要不要走 那你要留下来呢 还有一个更厉害 就是钟南山 不但带去锤 不准下去 时间没有到 还没有锤够 那叫加持 环境不一样 我们这边叫爱的教育 也不被你锤就不错了 你们走还可以骂我吗 所以 但是这样有这样的缺点 有这样有这样的好处吗 那但是看个人姻缘咯 但是各位 锤自己吧 好不好 你要每天锤自己 回光返照 请别人告诉你的缺点 你们现在 大家十几个人 睡在那边 大家睡在那边 你要跟大叔 大家这几天麻烦你们 把我的缺点 好好的观察 好好的观察 你看我吃饭的知识 对不对 你看我走路的知识 对不对 讲话久了 你看我心态 对不对 讲话内容 对不对 那你就没有白来 所以 在这一点 忏悔不是光一念 谁不会念 念得哭哭啼啼啼的 结果也没忏悔到 所以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缺点在哪里 我想各位就像 现在男众 他们 哇 落法了 给他们鼓掌 你这两天去外面走走看 路边还有人会停车 师父 阿弥陀佛 搞不好还拿一包红包给你 师父你没车坐吗 你去四处餐厅看看 你吃饱饭 有人跟你付钱 餐厅老板 师父 你来 我们供养 觉得说 怎么变皇帝的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出家 变皇帝了 然后就指动指动 变一指禅 自己不做了 我以前扫厕所 现在人家被我扫了 一下就惨了 我也会生起傲慢 所以 但是这是因为众生尊敬三宝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人家为什么要供养 因为你是众生的依靠 你可以带我们解脱 供养你也可以得到大福田 如果当然我们没有福报给他 那你下辈子 他供养你几次 你准备去那边洗碗吧 下辈子你可能就去做他儿子 好好地去孝顺他了 因为你接受他供养 所以越接受供养 那就要越认真 所以我们还要念 消共咒 有时候 希望我们这些福报 不然这下欠债可多了 所以了解自己的缺点 那当然念我还是要带着各位念吧 杀业的债主 偷盗业的债主 邪淫情债债主 口无业债主 喝酒吃肉的债主 那这些在 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 种种的烦恼 傲慢怀疑 记录 我们叫大随眠 中随眠 小随眠 各种各种 那所有的这些烦恼 就来自于我们的我职 无名 没有空性 这些一定要对峙他 就学佛了基本 出离心 所以找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各位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认为 自从我出家以后 就是做一个别人的模范 我师父给我说 穿衣服 像我出家在台北 恒春 后来回台北 台北又恒春 恒春是热的要命 所有出家人 都是脱掉袜子 穿个拖鞋 穿个中挂 实在是热的要命 但是我师父说 你只要站出来 给别人看到 你一定要穿着长衫 而且师父送给我 那套长衫还冬天的 没让你拉戏 所以 那当然我就严格按照这样 因为我从来都是这样 所以那我事工更严 你只要过去要跟他讲话 就像各位这样 要搭衣慢 要搭好 你不搭好 没资格 跟他讲话 他不是说找麻烦 因为他要留下这个 佛教的一个传承吧 不然的话 我就要就一代比一代差 那这些严格是你心里高兴的 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 你觉得 这个 越严也好 越严也好